地球不停转,我就不偷懒 欢迎关注、追取 今天是第119集 热红酒炖梨 曾经在巴黎的小餐馆里 吃过这道菜之后 就念念不忘 被热红酒抛透的皮梨 特别特别好吃 想不到在Julia的菜谱里 找到了这道菜的做法 先把糖煮化 煮的时候 可以给梨去皮 皮梨的肉质非常细腻 是这道菜的首选 糖化了之后关火 在锅里直接放入陈皮 和柠檬皮 最关键的是丁香 只要四颗 就能香到隔壁人家里了 再来点香草精 调若火 煮20分钟 煮的时候 把梨对半切开 用一个小勺子 把心挖走 放到锅里 火力要控制好 必须是偶尔冒个泡的程度 如果大火滚开 就会把梨炖烂 开盖炖15分钟 我已经减了一部分糖 不建议再减了 因为如果不够甜 就不能让梨炖入味了 炖完之后关火 让梨在里面浸泡20分钟 目的是让它冷却 这样就不会再拿出来的时候 破坏形状 把梨拿出来之后 再要30毫升汤汁备用 剩下的汁水 用大火 收到240毫升左右 收汁的时候 打三个鸡蛋 蛋白和蛋黄分开 蛋黄里加入淀粉 搅拌均匀之后 把刚刚摇出来的 30毫升红酒汁倒进来 搅拌均匀 把收完汁的红酒倒出来 很慢很慢地倒入蛋黄里 不然就变蛋花汤了 这个酱汁就叫沙巴庸 把沙巴庸倒回锅里 开80度左右 熬到变厚 这一步主要是给蛋黄杀菌 但又不能煮沸 所以需要控制好火力 这就是煮好的酱汁 我觉得还应该有 咳嗽药水的功效 接着我们来做澄清黄油 等黄油在锅里融化后 把表面澄清的部分倒出来 去除底下白色的部分 等一下 我们要用澄清黄油煎面包 如果保留这部分 面包就很容易焦 朱利亚说 渣里做的面包都可以 切成梨的大小 油热了放入面包 煎到两面金黄酥脆为止 铸铁锅的效果比不粘锅好一些 接着我们来打蛋白 加一大撮盐 打到有纹路 倒入糖粉 打均匀之后 加入香草精 继续打到导备不撒 最后就是组装环节 面包上撒糖粉 由于我的面包是咸的 所以撒上糖粉更好吃了 面包上放梨 挖走新的地方 填上一勺沙巴庸 然后挖一大勺蛋白 放在梨上 点缀上杏仁片 最后撒上糖粉 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烤五到七分钟 只要上色就好了 实在是迫不及待 这个梨带有恰到好处的酸味 所以即便红酒很甜 吃起来是酸甜适口的 面包脆脆的口感 刚好和梨的软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蛋白烤出了棉花糖的质感 很奇妙 这是一道非常精致的餐后甜点 希望你也可以试试看 并有好胃口 Bon Appetit And Bon Appetit